从SARS到新冠病毒 为何很多流行病爆发在中国 上周 医护人员为入驻武汉一家隔离设施的人进行消毒 C H I N A T O P I X V A Associated Press SARS 似乎有很多流行病是从中国来的 导致一些人横加指责 现在是新型冠状病毒 秦流感 特朗普总统的贸易主管彼得纳瓦罗 Peter Navarro 甚至曾经把中国形容为疾病孵化器 那是在最近的疫情爆发之前 虽然某些最严重的疫情可以追溯到中国 但其他与中国有关的疫情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开始的 但是这些看法已经过时了 过去的刻板印象也助长了把中国作为传染病根源的无端描绘 但事实上 在消除可能在发展中地区猖獗的病货方面 中国比许多国家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然而 中国最近关于人畜共患病感染 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的病毒 细菌和寄生虫的历史 引发了人们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公共卫生实践的质疑 尽管中国政府加强了疾病检测和监测能力 但它对大规模爆发轻描淡写甚至掩盖的倾向 可能助长了传染病的严重性和规模 研究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流行病学家和高级政策研究员 詹妮福黄布一 Jennifer Hoangboy博士说 中国已经成为传染病研究领域的领导者 例如 美国使用的流感疫苗通常可追溯到中国所做的研究 布一说 与此同时 中国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实验室 他说 有相当数量的流行病源自中国或经过中国 以下是有关中国和传染病的五个基本问答 问 有哪些疫情追溯到中国 2003年在北京建立的SARS隔离病房 FEDERICJ Brown Agence France Press Getty Images 20世纪两次毁灭性的流感大流行 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 都起源于中国 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约300万人死亡 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流行 造成774人死亡 几乎所有死亡病例都在中国大陆 该疾病追溯到中国南方食品市场上 作为野味出售的果子梨 1997年 香港爆发致命的禽流感导致至少18人死亡 据信该病毒源自中国大陆南部饲养的家禽 这个中国领土的几乎所有禽肉都来自那里 去年 引发非洲猪瘟的病毒导致中国将近一半的生猪死亡 这是一种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 尽管这种病毒不会感染人类 也不是起源于中国 但批评人士说 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管理不当可能无意中加速了该疾病 在该国生猪中的流行 该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存栏量 并传播到亚洲其他地区 截至周一 源自中国中部城市武汉一个活体动物市场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导致908人死亡 并在中国和其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感染了4万余人 冠状病毒因其在显微镜下的刺突而得名该病毒可能源于蝙蝠 问 为什么中国面临人畜共患感染的特殊风险 中国最近的疫情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周日 北京一条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 Julia Marke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许多流行病学家指出了有关中国的一些基本事实 中国有14亿人口 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来往紧密程度 以及现场宰杀动物的屠宰场和城市市场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50个大都市地区中 有14个在中国 位于佛罗里达州德兰的史丹森大学疾病生态学家 和生物学教授肖恩贝克曼 Shan Beckman表示 中国的经济和人口都增长得如此之快 以至于你可以看到 大量的人在有限的空间里和大量的动物发生紧密接触 贝克曼称中国是催生人畜共患疾病泛滥的完美风暴 他说 这给病毒提供了很多跨物种边界的机会 问 中国是人畜共患病感染的唯一来源吗 2018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 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家医院外的消毒工作 例如 肆虐中非和西非部分地区 已发现该病毒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埃博拉 和命名的埃博拉病毒 马尔堡病毒会引起类似埃博拉病毒的出血热 也被追踪到一种存在于非洲果服体内的病毒 埃博拉病毒可能是由果服传播的 它是以德国的一个城镇命名的 1967年那里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首次发现了它 2009年导致1.7万人死亡的流感大流行 可以追溯到墨西哥中部的一个养猪场 中东呼吸综合征及MERS 可以追溯到沙特阿拉伯的骆驼和蝙蝠 它与SARS相似 自2012年首次报告以来 已导致27个国家至少858人死亡 近2.5万人患病 问中国是否被不公平的针对了 武汉一家医院的医务人员 正在为感染冠状病毒的病人准备病床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中国官员说是这样 并指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冠状病毒反应过度 这些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实质上的旅行禁令 并撤出其公民 中国政府还谴责了与疫情有关的反华敌意事件 我不想看到这种情况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上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事实上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因疾病遭到污名化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中国人 19世纪 一波来自亚洲的移民潮引发了黄霍警告 并被视为对公众健康的威胁 他的回想今天有时还能听到 一月底 一家法国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篇 关于中国冠状病毒的文章 题为黄色警报 有些人试图将一些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灾难 归咎于中国 该报后来道歉 一些历史学家声称 中国可能是历史上最致命的流感 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源头 那次流感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它主要与西班牙联系在一起 是因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不同 在西班牙 有关这种疾病的新闻报道没有经过审查 一些研究表明 它可能源自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军事训练基地 事实上 那次流感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谜 问 为什么中国政府喜欢淡化甚至掩盖疫情 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是那种历史上 曾使中国陷入动荡的混乱局面 党的官员倾向于把稳定放在首位 即使这意味着要压制重要信息 批评人士表示 这些信息是公众需要知道的 武汉医生李文亮可能是这方面的最新例子 他在疫情爆发早期就对看到 类似SARS的病例发出警告 结果受到惩戒 他于上周应该病毒感染去世 直到前不久 中国政府还拒绝了国际疾病专家多次提出的 派遣团队到中国帮助抗击疫情的建议 许多传染病专家说 他们希望北京的领导人能从李文亮的去世中吸取教训 你希望医生得到父权和鼓励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nes Hopkins University的高级学者 阿梅什·阿达尔甲·阿梅什·达尔甲博士说 你应该奖励这些人 我认为 政府在努力控制混乱 让敏锐的医生保持沉默的过程中采取了短视的行动 并产生了连锁效应 一些人仍然怀疑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否会改变其作为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表示 官方控制和压制的倾向依然强烈 这是一种模式 他说 实质上基本是一样的 掩盖事实 不作为 然后中央政府介入 采取严厉措施 双引耗点 这就像一场希腊悲剧